大家好,我叫刘千旬 毕业的高中是上海协和双语学校 复日时间是去年4月 报名行之的时间是2018年11月 我现在合国的学校有 东京大学理科二类 东京工业大学生命理工学部 清英艺术大学理工学部 和早稻田大学先进理工学部 我知道行之学员是因为 我表格之前是这里的毕业生 然后他跟我说这边行之学员 在日本升学上非常有经验 所以推荐我来到这里 我觉得私塾对我的帮助 主要分两点 第一点是数理化 因为我高中读的是美式课程 就是数理化的内容 跟日本流考的内容差距非常大 我刚来日本的时候 数理化的基础基本上为零 然后第二点是东大的志望流 行之这边改东大的志望流 一共分三观 就是第一观会有 就是跟你同专业的老师的 VIP的单独面谈 然后会给一直负责东大班的 讲委老师看 然后最后会有日本团队的 语法上的检查 所以就是通过这么三观的 过完以后 志望流 第一稿跟最后一稿有非常大的变化 我觉得第一个是我在高中的时候 参加过一些国际上的比赛 然后其中有一个跟我的专业也比较像 然后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比较大的优势 我也推荐有其他人 如果想考东宁大学的话 可以有机会多参加一些这方面的比赛 可以让你就算流考或者突出的分数比较低 也可以在一选中脱颖而出 然后第二个是小论文上 就是在小论文的准备上 我主要是就是去旁边的新宿图书馆 借过很多书 我读的是 我考的是理科二类 然后理科二类我觉得 想考的人可以多读一些自然哲学 或者科学史上关于这些的书 然后想考理科一类的同学 我建议可以去图书馆读一些 最新的科学杂志 像你K-Science还有Newton这些 然后我比较喜欢的读法是 就是把类似的书同时借很多本 然后这样全部读 快速地过一遍以后会发现 它中间有很多相似的内容 然后那些内容肯定就是很重要的 然后把那些记住以后 在小论文中就可以套来用 我觉得日本考学真的挺长的 就是从因为我当时考了早稻田 早稻田它就特别早 然后到最后的国立大师 最近上一周才刚发榜 就是这个周期真的非常的长 在中间有很多次就真的就已经不想再考了 其实就考完私立就不想考国立了 我觉得主要撑下来是因为就是最早来行之的时候 老师帮我们组过一个学习小组 就是几个像 虽然目标的大学不一样 但是就是决定了一起努力 然后当时也是有一个共同的自习室 就是比起一个人在家学 我们就会带着书去那边 然后大家一起自习 然后有时候会一起出去吃饭 然后会有同学带了零食 大家一起分享 然后我因为高中的问题 就是在流考前面 就是最关键的一个月是回谷 我没有在这边上到课 那时候就是一个人在那边真的挺苦的 但是是跟同学还有老师在就是微信上联系 然后不会的提有人问 就是那样撑过来的 然后到后面我们那个组也相关系还挺好的 是老师也组织过我们一起去迪士尼 就是在考完以后 然后我们也几个同学自己组织过去相跟玩 所以我觉得组一个学习小组还是很有帮助的 我印象比较深的老师一共有三个 第一个是私塾这边教化学的马燕老师 他就是最早帮我组建学习小组的老师 我在来日本前上过他的网课 然后所以就提前认识了 然后也跟他聊过一些我的情况 他也知道我数理化比较薄弱 所以在我刚来这边的时候 他就跟我谈过几次 然后帮我就是排好了课表 他除了在学习上帮助了我 然后在心理上也帮了很多 当时我也好几次就是差点就放弃了 但是马老师一直都就是找我谈过很多次 然后就感觉像大哥哥一样的存在 没有他的话我现在肯定没有考上东大 然后他也经常带我们出去吃饭出秀玩 现在关系也特别好 第二个印象比较深的老师是 日管小论文跟志望旅游的蜜老师 我的志望旅游当时就是他负责 因为他的专业跟我的专业比较像 然后志望旅游上的面谈什么的 就是可以问到一些比较专业的内容 包括我的内容中李克勒的瑕疵也会被点出来 然后还有就是在准备小论文的时候 几个我就是自己平时想到的问题也都跟他去咨询 然后他都会特别耐心的就是帮我找出一些有关的网页 然后把链接贴给我 然后对我帮助很大 第三个印象比较深的老师是我行之语言学校的班主任李老师 因为我这个人稍微有点马虎 我在就是出院的时候出过不少错 就是早到前的出院材料上出过两次错 然后东大的上也出过一次错 就是当时回邮件什么的都是去找他商量 然后也是后来我每次的出院材料也都 他会一个一个帮我检查 然后每一个截止日期前会过来跟我确认有没有做 然后每一个就是每一个大 我靠的大学发榜一审二审 那个时间他都会卡着那个点过来问我有没有合格 所以真的就是非常感谢他 首先在大学我觉得 日本大学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他社团活动特别的丰富 然后我也是打算就是上了大学以后参加几个就是我有兴趣的社团 然后以后我比起研究 我更倾向于做科学教育类的 然后我小时候也经常读一些就是科学读物 然后我当时就比较想以后去当一些就是传播科学的人 然后我可能会做科学人 我会做科学人 我这些人都在传播过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